欢迎收听美丽间演绎,我是刘仁谦 今天呢,是咱们这节目的第80期,也是最后一期 首先呢,我特别想感谢一下所有从第一期开始 一直跟着听到了今天最后这期的朋友们 是你们的支持和认可,让我一直有动力去把这个节目坚持做完 那么如果您是跳着听的,或者呢,就一上来听到了最后的这一期呢 我也要同样表示感谢 您呢,可以没事的时候再花点时间,把那些之前没听的听一听 也欢迎大家评论,留言,给出宝贵的意见 话说呢,其实就像我在第72期的时候所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啊,对美国全是负面的印象 因为小时候的台海撞击事件呀,轰炸南联盟使馆事件 还有南海撞击事件等等 但是呢,后来我到了中协的阶段呢,却成了一个所谓的美分 就是疯狂地喜欢上了美国的这些政治制度 喜欢上了所谓的自由民主啊,这些的意识形态 因为那时候呢,很叛逆嘛 总觉得自己国家这不好,那不好,什么自由都没有 那于是呢,就对美国产生了向往 然后呢,看了几本贤书 了解了很多美国的政治制度啊,然后也了解了很多概念 比如三权分立,代意志民主,司法独立,程序正义等等 等再大一点之后呢,就发现 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理想化的概念 而实际上的政治里呢,会掺杂很多没有那么好听的东西 而且呢,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凡事都有两面性 比如说呢,美国这三权分立制度啊 确实保障了不管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都不能完全的凌驾于其他的分支 避免出现呢,有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 拥有着凌驾一切之上的权力,带领国家走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但是另一方面呢,这种权力的分散就意味着政府的行政效率大大降低 比如美国呢,就因为这个问题,政府动不动就停摆 然后呢,凡是想推出一些项目啊 都要碰上无数的这种阻挠啊,扯皮啊等等 效率特别的低下 另外呢,美国这个两党制呢 说起来好处啊,是说两个党都会尽力的去争取更多的选票 取悦选民做出更好的承诺 但是呢,反过来讲 它在这个无数的选举中呢 就本身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且很多承诺呢,其实本身也是不现实或者不好的 政客为了迎合选民做出过度的承诺呢 可能就会导致类似于希腊那边的债务危机那种事 另外呢,像一些影响国家的重大决定 类似英国脱欧这种事 如果政府逃避责任 让所有的公民来公投决定最终的结果的话呢 那本身其实也容易造成儿戏般的结果 因为说白了啊,很多人老说中国民智未开 但实际上在这个地球上 有哪个国家真说所有的公民都具备着足够高的政治素养 不管是川普的上台,还是英国脱欧这场儿戏 其实都说明啊,世界上绝大部分人 根本就不具备那个能力 去尽己所能地了解所有的信息 做出最理性的选择 另外呢,像两党制 这种两个党相互攻击 相互拆台的行为呢 也是导致政府的低效 以及政府政策的这种不连续性 就像美国啊,川普一上台 把奥巴马很多很多国内外政策 全给彻底推倒了 这种事呢,在美国国内 其实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呢,你放在外交领域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你美国作为一个所谓的世界头号强国 唯一的超级大国 却反复地出现那种招令西改 三天两头变主意改方向的这种行为 那这样一个没有连续性的 不可靠的政府 可能短期内呢,可以靠着军事优势 继续坐在这个世界老大的位置上 但是长期呢,很可能会离心离德 这些呢,都是政治上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回到美国历史这个主题呢 其实可以发现啊 历史同样具备着很明显的这种两面性 一方面呢,在美国的历史上 有无数的那种特别伟大的闪光点 它呢,确实为整个的人类文明 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贡献 比如说它的这个世界上 第一个成文的宪法 还有被后来无数国家所效仿的政治制度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美国历史里的每一页 都可以看到无数的那些黑点 那些血腥 那些见不得人的阴暗的东西 不管是对印第安人的 对黑人的 对墨西哥人的 还是对中国人的 当然了,其实最多的还是对全体美国人自己 因此呢,我也是希望能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这种历史的双面性 你不用去美化它 你也不用去丑化它 因为美的丑的就摆在那儿,谁也都抹不掉 另外呢,我觉得对于历史有一些简单的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很多自己的观点上 找到更坚实的证据去做支撑 比如说呢,最近香港那边有好多人在闹事 那这个事呢,在绝大多数的西方人 尤其是美国人眼中呢 都是一场所谓的为自由而抗争的英勇事迹 如果你去看美国的媒体 或者说看美国人平时聊天的论坛呢 发现他们都支持香港那些闹事的 如果呢,你去跟一个美国人说 说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内政 香港呢,永远是我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任何支持港独的行为呢 都是与全中国人民为敌 那美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 它不是这样啊 美国人可能就会跟你说啊 说这个香港人民有权利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 如果呢,香港很多人就是要更多的自主权 要这自由民主,要普选,甚至要独立 那这也是代表了他们的呼声嘛 那么面对这种美国杠精呢 如果你对他们的历史不了解的话呢 最终就发现啊,谁也说服不了谁 鸡同鸭讲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双方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它最基本的价值观呢 就是有着很大的差异 但是呢,如果我们要了解美国的历史的话呢 我们就很容易可以怼回去了 当年1861年,南方各州闹独立那会儿 北方政府,他们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林肯 是怎么面对的呢 他有承认南方各州独立的合法性吗 他有跟南方邦联政府的总统戴威斯建立外交关系吗 那美国还是联邦制呢 理论上来讲,加入到United States里的这些state 也就是这些州,其实都是加盟国 人类加盟国不想跟你一块玩了,想推出 你还得打一架,把人非得留下吗 那么既然美国人民呢 至今把林肯视为他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 而且呢,就主流意见而言 并不认为林肯最大的功绩呢,是解放黑奴 而是认为他维护了联邦的统一 那我们再看香港这个闹剧的话 他的结论就不言自明 所以呢,我觉得历史啊,确实是一面镜子 在历史里呢,我们能找到故事 找到欢乐,找到悲伤 但最重要的呢,就是通过了解历史 我们可以对好多事看得更清楚 那么除了自己国家的历史呢 我觉得美国史确实是值得更多的人 对他进行一些简单的了解 因为美国呢,不管怎么说 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 辐射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而且呢,对于21世纪来讲 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呢 毫无疑问是整个这100年 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 而这两个国家的竞争与合作呢 很可能会完全定义我们这个时代 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地球上 每一个国家的命运 因此呢,通过咱们这80期的美利坚演绎 我希望呢,能给每一位听众朋友 带来一些乐趣 与此同时呢,如果您有一些 哪怕是最简单最小的收获 那也会让我非常的有成就感 如果呢,您愿意帮忙把这个节目 扩散给更多的朋友 那我一定要向您表达最衷心的感谢 也请大家呢,继续支持 我在喜马拉雅平台后续推出的 其他音频节目 这里是美利坚演绎 我是刘仁谦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再见